佛教团体灵鹫山开山住持新道大和尚 六月底带领的四百多位信徒 出发到浙江的普陀山 进行多罗干观音的安坐仪式 而说到浙江的佛门圣地 其实在这边的东南方还有一个小岛 整个岛的形状就像一尊佛平躺在海面上 而在浙江奉化的雪豆寺 也有一尊用五百多顿青铜所打造的超大弥勒佛佛像 继续我们的镜头就要带您来看看 大大的笑容 坦胸漏肚是弥勒佛的招牌形象 雪豆寺金光神神的弥勒佛也不例外 佛下332个阶梯 有的游客三步一拜 有的一步一跪 虔诚地走到佛像的脚边 摸摸佛教要祈求好运 抱完佛教也要拍照留纪念 从山上来看 笑容可举的弥勒佛潇洒坐勇山林 笑看人间 而信游客的还有相传观音显灵的普陀山上 左手拖着法轮脚踏莲花的南海观音像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 还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从普陀山到洛家山 大概需要达20分钟的船 那在船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远方的洛家山 就好像一座佛像平躺在海面上 大家都称它为海岛观音 可以放下一切 然后前线地去感受 整个佛菩萨的加持感 就是来到这里就是觉得跟观心菩萨很接近 踏上洛家山就好像被涌入佛的怀抱 每个人都成心起伏 以上是中视记者张晏晴姚家定 来自浙江的采访报道